可欣 不要担心也不要伤心 我就来了 我会阻止范逸风的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就在定婚典礼手里 首先 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 之前我说过 在定婚典礼这天 我要把戒指 戴在我最心爱的女人的手上 谢谢 总经理 我还跟他说 从今往后 我要跟他一起哭 一起笑 一直到老 我还跟他说过 儿子 跟孰啊 我跟他说过 还是我今生最爱的人 妈 妈 妈 这孩子疯了 谁叫许天蕾 她 她就是许天蕾 快抓她 你叫许天蕾吗 我是 你涉嫌没假话 请跟我们回去 新宿调查 走 哥 放开我 哥 哥 我 可欣 放 放开我 可欣 放开我 可欣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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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放开我 他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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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哥 请不要妨害公务 快放开 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欣 快回去 快来不及了 不不 回去 哥 回去 哥 哥 哥 快回去 哥 快回去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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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 你疯 天蕾 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 我爱的是乔可欣 而不是你 这样的我没办法跟你订婚的 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才坚持这样的吗 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你看看你妈 妈 我 你以为是为了自己才坚持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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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坚持这样的 你以为是为了自己坚持这样的 你以为是为了自己才坚持这样的 我真的是她妹妹 她到底怎么了 我不认识你 我和你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人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马上就走 别来烦我 不要吵了 把她带走 为什么要带她走啊 好 她被收押了 让她 为什么要收押啊 请不要跟我来 复制画的那个嫌疑犯 已经被抓到了 复制画 我曾经高价收买过一幅名画 原来是复制品 后来听说市面上 又出现了吉辅 所有警察在追查 他们也曾到公司查问过此事 方董事长 恭喜啊 老张 给我搬车去 好的 一枫 你要去哪儿 我该走了 走了 上哪儿去 今天可是我们订婚的日子 你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一枫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不是你做错什么 是我做错 对不起 一枫 一枫 天丽 妈 让她去吧 天丽啊 你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手上的这枚戒指 你现在 你现在 不仅是范一枫的未婚妻 你还是西枫集团 未来接班人的另一半 你已经几乎拥有了全世界 你还想要什么呀 确定可信在里头 是的 总经理 这是我在订婚典礼上捡起来的 这是我在订婚典礼上捡起来的 交给您总经理 谢谢 我马上去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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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可真是的 没头没脑就跑开了 还我一直很担心你 一枫 对不起